有一个部分 刚刚下课的时候同学有在问我 老师你这个题目 边讲的不是就跟这边一样吗 是的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们说我们现在在探讨one dimension的 而且是as等于constant的时候的例子 在这里你看不到一点 微积分的感觉 你只看到了一个什么 完全用定义所做出来的东西 那你很单纯的可以看到 但是从这里面 为什么要引进来这里 从这里你就看到了是什么 我就是用微积分来代表 用微积分来帮我写物理的问题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我现在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会看到的一件事情 你会看到 这是我们 A是constant的情况之下 假设 假设 A是时间的函数 如果A是时间的函数的话呢 我也一样的 必须要去 那在这个加速度底下 我怎么得到我的速度 然后我怎么得到我的位移 OK 那其实基本上是 方法都跟这边是一模一样的 剩下来的就是数学了 那简单的地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加速度A 它的定义就是速度对时间的微分 也就是单位时间里面的速度的变化量 就是加速度 那同样的方式 你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刚刚在看的情况之下 我会先把什么 我把底T移向过来 然后DV 一样的情况 我把底T 一向过来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两边起积分 然后 时间还是从 我说从某一个时刻 0点到某一个时刻 T 左边的部分 我们说 微分再积分 就是回到它本身 对不对 所以 这是V Vt-Vt0 这是左边 有没有问题 左边这边 Vt-Vt0 那你现在 你就看到了 这里的A 现在是时间的函数了 跟它唯一的不同是 这里的A0是什么 定值 我可以提出积分号外面来 但是这边是时间的函数 所以你现在不能什么 提出积分号外面来 那到底是多少 因为我不知道 所以我先把它摆着 那但是你现在看到了 从这里面你就看到了Vt 因为一度空间 因为一度空间 我就把向量符号加进去 就等于Vt0 再加上T0到T的AT 所以我的这个就算出来了 那从这里面你再回去想 老师为什么刚刚要把DT搬过来 因为我要求Vt 然后 先微分再积分 我Vt就马上跑出来了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它搬过来的原因 解决了我一小部分的问题了 这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好 那再来呢 你现在你已经知道 你的Vt 谁的时间在变化 是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我说 Xt一样的 DxDt是等于Vt 我现在要求位移 你就把它放进来 加上T0TAT DT 那意思是什么 可不可以如法炮制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只要把 因为这边都是时间的函数啊 这个积分出来就是时间的函数 这是一个时间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 Dt把它放过来 因为一次一度空间 所以你先把向量符号拿掉 OK 那我们说 把它积分起来 一样的是从TT0 那你就可以得到 左边 然后右边一样的 每一项的部分 再把它带进去 就得到了 我要说的值了 那我们就举个小例子来看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假设 我的加速度是时间的函数 那我就举个例子说 我的加速度 是CT平方好了 很简单 OK 那依照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说 DVDT OK 就等于CT平方 对不对 DVT 就等于CT平方 然后两边取积分 从时间T0到T 这也是从T0到T 那这边呢 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V-V0 对 那这边呢 C是常数啊 把提到积分号外面来 什么东西的 微分是T平方 多少 三分之一 T三次方 C三分之一 T三次方 T0T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边是三分之七 T三次方减 T0三次方 就出来了 这是完全是数学 那物理呢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原来 原来 TAT 它是什么 随着时间的变化 是CT平方 OK OK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T到VT的部分 VT呢 是等于VT0减三分之七 T三次方减T0三次方 那我可以定义 可以假设我说 我在起始的速度是等于零好了 那我说T减T0的时候 它是等于零那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说起始的时间 如果我也定义 它是等于零好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关系 就写成是T0等于零了 那这是假的 OK 三分之一的CT三十方 那现在你看到的 这是CT平方 现在等于是你把这个里面的面积 把它算出来 这个曲线更多 三分之一CT的三十方 OK 那换句话说 在某一点 它的值就是 你计算了 它底下的面积 把它加起来的结果 那同样的道理 OK 我说 XT是我接着想要知道的 那XT一样的 底T 它是VT 那我已经知道 它是等于三分之一CT的三十方 那我看到 我左边是 时间的函数 左右 背对跟正向的时候 我的右边的部分是时间的函数 那我的 左边的部分 这一块 是我想要求得的 所以你很简单 你就可以直接 XT 就等于三分之一CT三十方DT 因为你知道 你把底T搬过来的话 你是可以作用的 而这是你想要求得的东西 你只要去求积分 你就马上得出来 你要的东西了 那才有意义 那T0是等于0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定义了 OK 那到时间T的时候 所以 关于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就是T 减XT0 等于0的时候 的位置 是等于三分之一C 然后T 三次方DT T0等于0到T 那什么东西 维分以后是T三次方 对 四分之一 T的四次方 T0等于0到T 这边是等于三分之一 三十二分之一 十二分之一 十二分之一 T四次方减 T0的四次方 但是T0我们已经是 令它等于0了 所以这边就是T四次方 OK 那一样的部分 你把你的这个 這個位置對時間的圖做出來的時候 那它就變成是 12分之一 ct 的 48 那它所對應的 在這個時間點 它所對應的 x 就是這邊的斜線底下的積分所得出來的面積 這是加速度是時間的函數 但是我們在物理上面 加速度不一定是時間的函數而已 常常它是位置的函數 舉個例子 彈簧 彈簧 force 它就是什麼 f 是等於-kx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的加速度就是位置的函數了 那換句話說 我們接著我們要看的一件事情是 當你的加速度是位置的函數的時候 你怎麼 加速度是位置的函數的時候 你怎麼求出你的速度跟位置的關係 那還是回歸到我們的定義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說 加速度本身的定義就是什麼 好 速度對 時間的微分嘛 對不對 那現在唯一一件事情 你不可以把底 t就移過來了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這裡不是時間的函數 你移過來沒有幫助 因為這個是什麼 x的函數啊 好 ok 換句話說 假設你移過來好 我說 A 現在是Ax dt dv 問題是 它是x的函數 你沒辦法對它積分啊 這樣了解嗎 你要找一個 x的函數 你才可以對它積分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我說 第一個 它是x的函數 那我假設 v也是x的函數 換句話說 你v 沒辦法直接對時間 為分 我必須 先對 x為分 x再對t為分 這就是什麼 切入 ok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這一項 比x 比t 其實就是我們的x vt 我把我把項量都拿掉好了 ok 然後比v 比x 這個是x 你現在不管 你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好 左邊這個就本來就是位子的 對時間的積分 位移對時間的積分 本來就是什麼 速度 那 現在是對x為分 左邊現在是 x的函數 所以你把 x 抵x 搬過去 右邊是v 抵v 這樣就沒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它是x的函數 它是v的函數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兩邊 那左邊的部分 對 x積分 右邊的部分 就等於 這是二分之一的v平方 那v從v0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其實是v0v 那也就是二分之一v平方-v0平方 我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好了 說 ana 是等於 kx ok 或者是-kx 所以你看到 好 當 你的加速度 a是x的函數 它不是時間t的函數 那你就知道說 這時候 a 本來你的定義是 你要做圈路了 先對x為分 s代對t為分 那就是 v v v dx 那變成 a x v v v 那你把a帶進來 換句話就是-kxdx 然後 就是 所以 k 是常数啊 那常数你把它提到积分号外面 那 x 点 x 的积分 就是 1 2 x 的平方 积分上下线放进来 那就 左边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等于 1 2 的 v 平方 积分上下线 v 0 v 那这边就变成 -1 2 k x 平方 那 x 0 把它放进去了 - x 0 平方 又等 1 2 v 平方- v 0 严格一点来讲的话 我们如果 f 等 1 - k x 这边要有除以一个 m 那也就这边除 m 那这边就除 m 这就是你们常常看到的什么 - 甚고요 - 根本来就跟我说 - 3 弹力未能 - 坚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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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不是处在这边 这边乘 这就变成是 2分之1mv平方 加上2分之1kx平方 就等2分之1mv0平方 加上2分之1kx平方 那你们常常看到的 一个弹簧 动能跟卫能的总和是Constant 你的变数这边是x 所以这边的变数是v 当在x0位置的时候 你的速度是v0 这样了解 所以它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 对应过来 当在x0位置的速度是v0 因为你的变数 当在x的位置的时候 你的速度是v 这样了解了吗 嗯 还有没有问题 这一个东西就是vx 所以我只是把它写过来 这边写过 什么时候是x 什么时候是t的函数 那就看你 你的变数是什么 就是说 你现在速度 是x的函数 是t的函数 是t的函数 或是x的函数 其实要看你自己的问题 就没有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 什么时候是x的函数 是t的函数 你也可以是x的函数 也可以是t的函数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 它是x的函数 x是t的函数 所以你把它带进来 就是它了 OK 这人解 就是 举个例子 你说自由落体 一个指点 掉下来 我可以把这个速度 把它表示成 我在任何时刻 它掉下来的速度 是什么 它就是vt的函数 我也可以把它表示成 在哪一个位置 它的速度是多少 OK 其实这两件事情是什么 同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描述的方式不同 我说 它在不同的位置 它的速度 是多少 那就是速度 是x的函数了 在不同的时间底下 它的速度是多少 一秒钟 两秒钟 那它的 那它v就是t的函数 這樣了解了吗 这两个都是你们熟悉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都看过 对不对 上面这个是不是 上面就是 这个就是t的函数啊 下面这个就是x的函数啊 它同样都是自由落体 的速度 只是我写成这样 我就是t的函数 我写成这样 我就是x的函数 这样了解了吗 好 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两个不同的东西